印度经济或陷入别美元荒严重的危机,最坏的经济隐患或浮出水面 原创BWC中文网 印度统计局5月3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度,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7%,处于4年来的最低水平,但今年1至3月的经济增长率为7.7%, 这一数字也高于2017年10至12月的。70%,这意味着印度似乎从此前连续多计的经济增长严重放缓中恢复过来了。 图片来源 The Economist 一些经济学家也一致认为,印度的经济改革计划正在使经济再次提速,因费除大额面值纸币和引入商品服务税而陷入混乱的印度经济回归平稳。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稍早前也预测,印度将成为未来十年内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 然而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却另有隐患,债务赤字已经开始撤走其经济发展,亟待解决。 另一方面,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影响,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也浮出水面,料将会影响印度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印度还刚刚在二个月前在举国范围内的上演前荒,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安德拉邦、北部的北方邦、中央邦、西部拉加斯坦邦、 甚至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多个地区都出现流动性不足现象。 图片来源Z-Business 然而这些问题都只是冰山一角,截至去年12月份,印度国内的问题贷款规模已飙升4.5%以上,超过9.5万亿卢比。 印度银行业均,印度银行业坏账率也从2013年的3%一路飙升至当前接近10%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意大利,比如,据印度时报数周前报道,目前,印度属于故意违约者群体的个人或公司拖欠银行的债务已经超过1.1万亿卢比。 要知道,不了贷款的大幅增长现象一方面限制了银行放贷能力,同时对经济发展也构成了严重的伤害。 如果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则反过来再次影响企业偿债能力,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比如,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的一些银行已经在开始变卖资产就是最好的注脚。 图片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据路透的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在近期新兴市场陷入金融动荡之际,印度卢比已成为今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亚洲货币之一, 主要原因是该国经常让赤字扩大以及资本外流,我们多次强调,在新兴市场爆发美元荒的,融资成本变贵。 当下,印度的金融市场看起来也很脆弱,因为,印度需要依靠美元和其他外币为其贸易逆差提供资金。 图片来源 图片来源 CNBC援引荷兰国际集团,因,亚洲经济学家萨克帕尔,Pragash Seppol,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印证了这个现象。 分析人士指出,卢比走软货原油价格上涨将导致印度通胀加速上升,从而促使印度央行比预期更早加息,这就意味住,国内利率在经济企稳前上升可能也会扰乱印度经济的复苏。 正如路透的数据显示,目前,随住海外美元荒越来越明显,美元逐渐加息后,印度需要再次抵御大量资本外流,这给卢比带来额外的下行压力。 图片来源 The Share Pattern 在今年1至3月的经济增长率为7.7%的背景下,我们注意到,经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在截止3月份结束的2017-2018财年内,印度政府基本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将下滑至0.2%下方。 但我们知道,能源的安全,债务规模及货币的信用构成一个经济体的三大经济命脉,在印度当前的财政赤字压力。 下,印度及国内所需原油中的80%都需要靠进口。 因此,油价上涨可能会使印度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我们在近期原引野村证券分析师的预估报告提及,如果原油价格每上涨10美元每桶,那么,直接将会让印度经常账户和财政平衡占其GDP比重分别影响0.4%和0.1%。 换句话说,这将让印度的GDP增速降低约15个基点。 彭博社也指出,在全球农业成本下行的大背景下,印度较低的技术效率和近13亿的人口数量反而抬高了食品价格,并进一步拉高通胀,这使得印度在全世界独树一致。 印度的菜市场一角。图片来源REDIF。 比如,现在,印度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鸡蛋的价格比一只鸡还要贵了,物价像搭上火箭一样快速上涨。 据美国Quartz财经网站报道,在印度孟买,市场上肉鸡的价格约是每公斤57卢比,约合人民币5.8元,而一大鸡蛋,12个左右,的价格却高达69.84卢比,约合人民币7元。 然而,比印度陷入比美元荒更坏的消息还在继续,目前,外资抛售印度资产仍在继续。 截至今年4月底,印度资本净流出规模达到约2.44亿美元,逆转了2017年所创下的307.8亿美元资产净买入。 虽然目前印度外储有所增加,但该国双赤字的现状意味着,假如外国资金撤离加速,印度央行可能没有太多空间和外储来干预。 而以上这些分析也正在说明印度经济最坏的经济隐患或已经浮出水面,印度经济若要保持持续快速发展,需先除掉债务问题这个蛀虫。 完